幕后一个问题 是如何在私散大学中进行中国文化私资培训的工作 这个事情是个重要问题 但是不能问我 我没有权解答 那这是什么 这是问主管教育机构 要问教育部长 香港可能有教育师也要问他 培养私子太重要了 那我们私人的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去做 专门培养中国文化私资 所以我有个想法 我是培养五十个老师 时间也是十年 儒家的三十个人 我希望能有三十个人 道家的希望有十个人 佛家的十个人 五十个人 五十个人志同道合 我们在一起学习 时间十年 要找个山上去 要找个山上去 十年不下山 我们在山上好好去念十年书 真正找志同道合 万云方向 十年 十年必十年 十年 十年不出大门 找这么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的祖宗有佛菩萨保佑 也许这个苏宗就可以能做成功 没有十年出不来 十年怎么样 学一样东西 学多了 出不来 你比如我们学佛吧 我学弥陀经 我就十年专意学弥陀经 那个学地藏经 十年专意学地藏经 那个人学普门瓶 十年就专门学一部普门瓶 十年之后 学普门瓶的人 就是活的观音菩萨 学弥陀经的 就是活的阿弥陀佛 学地藏经 他就是地藏瓶瓶 十年专攻也门 才会有成就 搞多了不行